好想问一句,你在干嘛?既是万分想念,也是小心试探,很想跟你聊天,但又怕打扰你。我也很想主动,可是少了身份,也缺了资格。不是因为你不重要,而是我不知道在你心里,我是否重要。 后来,我已经不再对谁漫画期待了,看淡了所有不辞而别,开始追求有结果的人和事。 喜欢归喜欢,太累就没必要了,未成定局的事情,就不会弄得人尽皆知。 得不到回应的热情,也懂得了适可而止。 曾经感动我的直言片语,再也无法让我心动半分了。 是啊,缺乏安全感的小孩,被丢下过一次,就会质疑所有的爱。 我今年最大的改变,大概就是,不再强求被所有人喜欢,也不奢望谁会翻山越岭,为我而来。 以前装模作样,拥有很多朋友,现在不必要的关系,都懒得应付了。 学会了把天聊死,故意听不懂任何暗示,不给别人添麻烦,也不喜欢被任何人打扰。 你以为,我没有与人相处的能力,其实,我只是失去了逢场作戏的兴趣。 做人,真的好难,你做得越对,背后说你的人越多,你过得越好,背后嘲讽你的人越多,你变得越强,背后打击你的人越多。 如果你讨厉我,我一点也不介意,我活着不是为了取悦你,做人无需人人都满意,做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。 你不是万能的,做不到人人都喜欢,你再怎么善良,再讨厌你的人眼里,你就是假惺惺,你再怎么付出,再不懂感恩的人眼里,你也只是个外人。 你再怎么努力,再喜欢妒忌的人眼里,你就只是运气好。 你再怎么大方,你再怎么大方,再资助必较的人眼里,你就是小技。 一人难称百人心,一味难调众人口,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,问心无愧,做好自己。 做人无需解释太多,解释多了,你会发现,吃力不讨好,累的是自己。 懂你的人不解释,他们也会理解你。 不懂你的人,越解释,越解释越多,如果是对的,何必解释,时间会证明一切。 如果是错的,无需解释,时间会修正一切。 生活是自己的,何去解释,心安就好。 我知道,你最近很累,每个人的背后,都有别人体会不到的辛苦。 路,一步一步地走着,留下的脚印自己最清楚。 是,一点一滴地坐着,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能明白。 没地方喊累,因为这就是生活。 没有人诉苦,因为这就是选择。 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生活,而生活的目的不只是赚钱。 不要和别人比生活,生活永远比不完。 有钱的,还有更有钱的,好玩的,还有更好玩的。 追求不同,各有活法。 开心了就笑,累了就休息,日子图的就是安稳和踏实。 其实人生没有不幸福,只有不知足。 知足的快乐,才是真正的拥有。 女人,无论缺不缺钱,都要努力赚钱。 并不是因为有多爱钱,而是这辈子,不用因为钱而迁就谁。 说白了,别人给你的再好,只要他不想给了,随时就可以收回。 你自己挣的再好,那也全都是你的。 努力挣钱,不一定是责任,但绝对是尊严。 人活着,谁都不傻。 你算计别人的时候,别人也在算计你。 谁也不笨,你欺骗别人的时候,终有一日会被别人骗。 记住一句话,人永远争不过天,恶永远赢不了善。 人在做,天在看,人活一世,但行好事,莫问虔诚。 坚持善良做人做事,别人欠你的,上天都会还给你。 任何关系,不过就是异常,以心换心。 你真心,我便还以真心。 你假意,我就转身离去。 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是真的傻,之所以会选择装傻, 并不是因为懦弱,只是不想计较罢了。 善良不是傻,忍让不是笨,能受苦方为智识,肯吃亏,不是吃人。 当一个人不再主动给你发消息,他已经对你失望了。 当一个人你不找他,他也不找你,他已经在准备离开了。 真正的心寒,不是大吵大闹,也不是泪流满面,而是不主动,不交心。 我的事,你平淡冷漠,你的事,我默默无闻。 有些情绪到了尽头,只剩下沉默了。 在这个真真假假的社会,人人都有一百张脸,你永远不知道哪一面是真,哪一面是假。 没有什么是永远不会变的。 再好的关系,可能也会渐行渐远。 再深的感情,可能也会慢慢淡去。 多少人都变了,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,只是其他人不知道而已。 关系再好,也别扯上金钱。 什么东西扯上金钱,就全都变味了。 再好的关系和钱沾边,你就都懂了。 当有一天,你沉浸了社会的无情,金钱的压力,爱情的不堪,人心的险恶,你终会明白,别人的屋檐再大,都不如自己游把伞。 特别现实的五句话,你一定要记住。 一,别喊穿了社会,没人的屋檐,没人的屋檐,没人会在乎你的眼泪。 四,别认输,没人会希望你赢。 五,别靠人,靠人,不如靠自己。 这个社会很现实,好心不如好嘴,心再好,别人看不见。 能说会道的都喜欢,可是我不善于表达,更不会阿谀奉承,没有很高的情商,也不会圆滑的处事。 我不完美,但我真实。 我只知道,问心无愧。